晚上8点我来到了一个甘肃五维的一个北关中路 去这里的话去寻找一家美食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就是一个牛少爷牛肉炒面片 据说这家店的话也是比较厉害 可以说是声音是比较好的 我们现在来的 它是一个五维的一个直音店 就是总店 它其实还有一个分店 我们今天来到总店去他们家去尝一下 这个进来一所边的话 就是他们一个收音台 这边的话主要是做就是炒面 就是牛肉炒面片 还有现在的话也会有羊肉 还有一些蘑菇之类的 价格的话就是小份的话 十二大份十三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配菜 可以看一下这种小的配菜 就是单个的一小份是四块 有三拼的话是价格是六块钱 他们一个淘宝街 就是大概是三四个市场 他们这个手工面片 就是用拿手 就是把那个面团就是揪成一小片的 然后呢就是放在锅里面进行煮 那煮熟完之后的话 再进行用锅 进行炒 就配一些蔬菜 看一下他们这个阿爷 这个煮好的一个面 这样就是捞出来 捞出来 给它放到锅里面 给它打火 用进去泡炒 然后你还会加一些酱 还有食物之类的 对 整个做的话就这样 那些一锅做吧 因为一锅的话可以出来好 好香烤 这个是刚才我点的一个牛肉炒面片已经上来了 我点的是小份的 这个价格的话是12块钱 就刚才我们有说过这个面片 就是用揉什么面团 然后一点一点揪出来的 放锅里煮啊 它煮熟之后再进来面包炒 包炒会配蔬菜 比方这个像西葫芦 还有青椒啊 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煤菜之类的吧 就包在一起的 然后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个卤汁 汤汁 我们可以搅拌一下 把每个面片尽量的话都 蘸上这个卤汁 就是比较入味一点 现在是晚上8点 就是可以说是最火的时间 这边有不少人坐在做仓表 都是一些本地人 就是本地人还是吃这个东西 还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 好现在我们尝一下 这个面包的皮也是比较筋道 而且比较软 就是不会出现很硬的情况 就是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牛肉粒 很小了 我觉得如果是牛肉粒大一点 或者切成片银 就想到会更好一点 每天有酥汁 还有肉 还有面啊 所以说 生铁和银 比较 冰魂一点 基本上在这边 围很多 三千六 有看到的 刚吃碗面就喝一杯茶 那你感觉 太爽了 小姐送了一个时间 就是你刚吃碗面的时候 可以用来擦拭嘴 还是蛮不错的 那我刚才说 就是带一个牛少爷 牛肉炒面便 就是吃了一个饭 在家其实人气还是可以的 不时的有人过来去吃饭的 反正很多人 这个面 其实快就这么吃完就走了 其实有时候一家店好吃不好吃 真的是很重要的 像隔壁啊 就是牛少爷 牛肉炒面便 家的人气是不错的 像隔壁开了一个沙锅王 他家就没生意了